为推广阿美族记忆文化 华联市公所特别办理传统阿美陶艺陶珠制作研习 部分男女老幼部落族人利用晚上的时间在老师的指导下 一颗颗串起自己独有的项链 而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到场关心 也和部落的小朋友们一起跳今年丰年节的大会舞 场面相当热闹 华联市长魏佳燕日前晚间前往极客府部落 关心由华联市原住民产业文化观光协会主办的 传统阿美陶艺陶珠制作研习课程 受到头目及族人的热烈欢迎 而部落青年也邀请市长一起来跳今年丰年节的大会舞 场面热闹又欢欣 是的我们这次有举办我们的陶珠的串珠的一个手艺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公所在推展我们部落的一些传统文化 我们持续的深耕在每一个部落 也希望大家同时一起来参与 那刚刚其实也有看到我们的很多孩子 很多娃娃一起来参与 那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原型客的江科长 那还有我们杨中环杨会长 那共同的一起来推展我们部落的文化 那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一个协会都能到华联施工所申请这样沿起的一个经费 我们都会大力的来支持 我想部落的文化我们来扎根 那也一同大家来参与部落的一个活动 为时五天十个小时的课程 在指导老师梁淑琴悉心教导下 让学员们掌握传统桃珠项链制作工艺 虽然参与的学员年龄跨剧很大 不过大家都非常专注在手工创作之中 市长魏家健表示希望透过研习课程 把珍贵的无形资产永续流传 进而为部落开发文创产值 这里会欢视报道